2020年7月15號 美國媒體傳出消息 美國政府正在考慮禁止中共黨員和家屬入境美國 已經在美國的中共黨員和家屬可能會被驅逐出境 7月16號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沒有肯定也沒有否定這種說法 他說的是正在根據總統的指示 考慮如何反擊中國共產黨 白宮發言人說 保留每個選項 那麼我們看這個選項 只不過是將美國移民法當中 禁止共產黨員移民的這個規定 進一步進行拓展而已 但是這個傳聞已經把中共嚇得夠嗆了 他們的反應比當初的那個中美脫鉤的傳聞 表現的更加驚悚 下面咱們分三個層面來說一下中共的反應 首先是海外黨員這個層面 這個傳聞讓谷歌上關鍵詞 退黨的搜索熱度大增 搜索退黨的當然都是海外的黨員和家屬了 這是他們出於自保目的進行的搜索 我們還是那句話 人滅中共人自救啊 未來中國全民站出來反共的時候 就不只是美國侵犯這麼簡單了 大家想共產黨在大陸掠奪、殺戮、羞辱中國人 那引發的怒火到它爆發的那一刻 能讓百姓們站出來把黨員都生吞活潑了 有人還在幻想共產黨員會被特赦 不會的 你想 追查納粹人權罪犯到今天都沒有停止 那麼作為共產官員來講 你想的就不能只是自保 你還要想一想怎麼僵供贖罪啊 其次 中共官方出來說話的是外交部 發言人說 美國是選擇和14億中國人民作對 你這個邏輯就不對了 人家美國沒說不讓中國人去美國啊 再說了 不讓共產黨員入境也符合中國的利益 共產黨不是反對裸關嗎 劉少奇說過入黨做官 也就是說大陸的裸關絕大部分 99.9%都是共產黨員 美國禁止黨員和家屬入境 這是幫助你共產黨反腐啊 如果共產黨真要反腐的話 不應該抵制這個選項 應該主動配合 把黨員和家屬的花名冊送給美國 你也就不用再搞那個紅色通緝名單了 人家美國把所有人都給你送回來 這一次共產黨站出來反對 只能讓咱們中國人看明白 共產黨員和家屬是在中國掠奪財富 然後去美國生活 這批人他不想當中國人 都想當美國人 最後說的是國內黨員的反應 人民大學的教授對媒體說 這個禁令會引發上億人的仇恨 這個說法就有邏輯問題了 美國不發布禁令 你中共就不恨美國了嗎 恨啊 共產黨對美國這個國際警察 不光自己恨還煽動中國人去仇恨 美國國務卿已經被黨媒央視定性為人類公敵了 這就是仇恨宣傳 即使美國不發布禁令 中共也不會停止作惡 所以美國就應該大膽的在遏制中共這條路上向前走 這也是美國的滅中共自救 維護自己的利益 那麼這位人民大學教授的表態展現出的是國內黨員的外強中肝 如果美國禁止黨員和家屬入境 那麼黨員的子女不能去美國生活 他們在未來也會被共產黨給吞掉 或者被百姓給滅了 那麼作為黨員這麼多年的助紂為虐 就是一場笑話 那麼中共的這些反應啊 應該讓我們中國人明白了 共產黨就是想綁著中國一起毀滅 讓中國人去當炮灰 他的黨員幻想的是讓自己的子女逃離大陸 去享受西方正常人的生活 美國遏制中共是一種自保 那麼咱們中國人應該做的是什麼呢 我們也應該滅共 從退出共產黨、共青團、哨心隊做起 我們中國人才會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台灣人的生命 一生命 據說明